因为减肥要热销丹麦的制药巨头 诺和诺德在今年以来 三度的去上修他们的财测 也让他们在供应链当中 唯一的台厂叫做羽龙跟着沾光 但我们要请教陈彦 羽龙除了我们刚提到 在衣裁的部分 他的车用出货也很旺 所以营收真的是创下理事次高 好 我们要来谈的是羽龙 但是为什么要先讲 这一个丹麦制药巨头诺和诺德 就是因为他的减肥生涯 Slim Body 有没有 那这个跟羽龙有什么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业绩 第三度调整 就我讲是还是在讲诺和诺德 那4600亿美元的市值 已经超过LVMH 直逼台积电 这要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 就是他这个减肥生涯卖得很好 还包括他糖尿病药物 大家知道有看过电影 就是会有一个注射器 有沒有 紧急 那个注射器谁做的 你要知道医疗用品 不是随便开玩笑 你就说随便做一个东西 那万一在注射的过程中 发生问题怎么办 所以他们对于品质的要求 是非常高 而这个注射器唯一供应就是羽龙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谈这个 让大家知道这件事 当然羽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但是如果认识羽龙的 大部分的印象就是停留在车用的产品 也没有错 毕竟汽车相关领域的业绩 占他营收贡献六成以上 但是先从这个 因为最近这个太火热了 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也因为他的客户 第三度上修财测 那医疗的部分也增温让他的营收 创了这个历史次高 那目前最主要就是汽车领主件 医疗 你看汽车类客户占比七到八成 医疗大概在一成左右 他的客户当中最有名的 我想就是博士 Bosch 也一直以来跟他之间 维持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关系 亚洲的营收五到六成 中国是主要市场 我们来聊一下宇龙的一个故事 当然大家在看一个企业 成长到现在这个规模的时候 其实并不了解 过去其实刘俊昌 他们这是家族事业 宇龙的董事长刘俊昌 创办人是他三哥 他三哥当时家里很穷 他凑了8.5万 然后就是到处跟亲戚邻居借钱 创办了这个铁工厂 那时候还是铁工厂 就铁工厂要这样做 然后那时候还是很穷 就是还是很穷 你知道说穷到什么程度 他说有一次他生病 然后要去看医生 把那个放现金的抽筋打开 啪 两个硬币滑出来 然后他里面没了 就那两枚硬币 总共2块5分钱 没办法看医生只好借钱 但是这样子 我讲三个兄弟 三哥是技术 这个二哥就是跑业务 大哥教书 但是假日会来帮忙 那他呢 那时候他大哥创 三哥创业的时候 他还在念小学 所以后来一路长大以后 他白天就到家里的铁工厂工作 晚上去念业监部 所以他一路从作业员 这样一路评管经理 什么什么 从基层一路做到 现在成为董事长的单位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家族事业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在 因为过去他们其实做的 主要做电子的 他们也曾经帮IBM 那个硬碟做零件 业绩也非常好 可是有一天他三哥说 你看这个电子产业起起伏伏 很不稳定 我们要不要来做汽车 汽车一个东西做出来是5到10年 他们就往这个方向转向 好 2001年 2001年的时候 德国Bosch 要找亚洲的工艺商做螺丝螺帽 这看起来很OK 可是他三哥说 那个喷油嘴我们会做 我可以做 好 你知道喷油嘴这种东西 汽车里面这个零件是高精密的 你做不好会出人命的 你说杰克威尔许布讲 六个标准差 100万个零件里面只有3.4个 3.4个问题 你知道他们交货给客户 8000万个 只有7个有问题 这几个标准差 我头好大 我也不知道 这是几个标准差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们的产品做得非常好 好 当时送样的三次 做出跟德厂一样 而且价格便宜三成 当然德国喜欢 可是问题是 也不是说你做得好 我就找你 很多人也都做得不错 那去鸡鹅工厂 一堆问题那怎么办 就把他们给剔除掉了 可是他就想办法 花两天 他只花两天的时间 就改善 败部复活 原本被提出了27项的缺失 他两天就改善了 所以我说其实真的非常的惊人 当然当时你说你要做 也不是说OK的我们就来做 他投资设备 因为实际上德国在想一件事 你在亚洲 你要怎么供货给我 你在东莞 可是没办法 他就是投资了两亿 可是一直没有订单 卡了两年 你知道最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去说服BORCH的家族董事 当时他们到亚洲来 说你可不可以把交货方便性 因为交货方便性就代表 我的工厂要设在德国 那我就做不到 把这个剔除 真正把这一道高墙给推倒 所以这个推倒以后 当然就非常非常顺利 把这个交货方便性给移出 移出移出 所以你要知道 从医疗到汽车到我刚才讲 我刚才讲那个数字 我真的没有夸张 八千万个只有七个有缺失 这已经远远超过六个标准差 所以做到现在 随着最近这个减肥 Sleep Party 随着那个名字 是我随便乱掰的 那我们相信未来雨龙 在汽车这个部分 还是很值得观察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美国 在今年第三季 他们的电动车销量 首次突破了30万的大关 那为什么特斯拉的市站 却下滑到 有史以来的最低呢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